中韓關係緊張,韓國政府日前召見中共駐韓大使迎海明抗議干涉內政 韓國總統韻錫月4月時稱 台灣議題不僅是兩岸之間的問題 而是與北朝鮮一樣屬於全球性議題 韓聯社24日引述知情人士的話透露 由於中韓緊張局勢加劇以及需求萎縮 韓國航空公司將暫停部分飛往中國的航班 知情人士提及 大韓航空將於8月1日至10月28日 暫停從金蒲飛往北京的航線 以及8月9日至10月28日從金蒲飛往廈門的航班 韓亞航空也將於7月6日起暫停金蒲至北京的航班 並於7月8日起暫停人村飛往深圳的航班 而目前 韓亞人村往返西岸的航班已自6月20日起暫停 報導稱所有航班預計將到10月28日才恢復 中韓關係冷淡的原因應可追溯會2016年 當時美國協助南韓部署薩德系統 引發中共不滿甚至跑出所謂限寒令 兩個關係至今從未完全恢復